老人福利法 老人福利法 二、卫生主管机关 主管老人预防保健、心理卫生、医疗、附建与连续性照顾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三、教育主管机关 主管老人教育、老人服务之人才培育与高龄化社会教育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四、劳工主管机关 主管老人就业促进及免于歧视、支援员工照顾老人家属与照顾服务员技能检定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五、都市计划、建设、公务主管机关 主管老人住宅建筑管理、老人服务设施、公共设施与建筑物无障碍生活环境等相关事宜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六、住宅主管机关 主管供老人居住之社会住宅、购租屋协助之规划及推动事项 七、交通主管机关 主管老人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行人与驾驶安全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八、金融主管机关 主管本法相关金融、商业保险、财产信托措施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九、警政主管机关 主管老人失踪协讯、预防诈骗及交通安全宣导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十、消防主管机关 主管本法相关消防安全管理之规划、推动及监督等事项 十一、其他措施由各相关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一职权规划办理 第四条、中央主管机关长理事项、下列事项 由中央主管机关长理 一、全国性老人福利政策、法规与方案之规划、离定及宣导事项 二、对职辖市、县、市、政府执行老人福利之监督及协调事项 三、中央老人福利经费之分配及补助事项 四、老人福利服务之发展、讲住及评鉴之规划事项 五、老人福利专业人员训练之规划事项 六、国际老人福利业务之联系、交流及合作事项 七、老人保护业务之规划事项 八、中央或全国性老人福利机构之设立、监督及辅导事项 九、其他全国性老人福利之策划及督导事项 第五条、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长理事项、下列事项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长理 一、直辖市、县、市、老人福利政策、自治法规与方案之规划、理定、宣导及执行事项 二、中央老人福利政策、法规及方案之执行事项 三、直辖市、县、市、老人福利经费之分配及补助事项 四、老人福利专业人员训练之执行事项 五、老人保护业务之执行事项 六、直辖市、县、市、老人福利机构之扶导设立、监督检查及评见奖励事项 七、其他直辖市、县、市、老人福利之策划及督导事项 第六条、老人福利经费来源 各级政府老人福利之经费来源如下 一、按年编列之老人福利预算 二、社会福利基金 三、私人或团体捐赠 四、其他收入 第七条、设置专责人员办理相关事宜 主管机关应至专责人员办理本法规定相关事宜 其人数应依业务增减而调整之 老人福利相关业务应零用专业人员办理 第八条、老人服务及照顾之提供 主管机关及各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应各本其执掌 对老人提供服务及照顾 提供原住民老人服务及照顾者 应优先临用原住民或熟安原住民文化之人 前项对老人提供之服务及照顾 的结合民间资源 以补助、委托或其他方式未知 其补助、委托对象、项目、基准 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主管机关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条、老人代表之临聘 主管机关应邀及老人代表、老人福利相关学者或专家 民间相关机构、团体代表及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代表 参与整合、资讯、协调与推动老人权益及福利相关事宜 其中老人代表、老人福利相关学者或专家及民间相关机构 团体代表、不得少于1分 且老人代表不得少于1分 并应有原住民老人代表或熟安原住民文化之专家学者至少1人 前项之民间机构 团体代表由各该辖区内立案之民间机构 团体互推后由主管机关临聘之 第十条、举办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主管机关应至少每5年举办老人生活状况调查 出版统计报告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老人福利法民国104年11月20日 第二章、经济安全 第十一条、年金保险之实施 老人经济安全保障、采生活津贴 特别照顾津贴、年金保险制度方式 逐步规划实施、前项年金保险之实施 依相关社会保险法律规定办理 第十二条、生活津贴发给标准及办法 中低收入老人未接受收容安置者的申请发给 生活津贴、前项领有生活津贴 且其失能程度经评估为重度以上 实际由家人照顾者、照顾者的向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申请发给特别照顾津贴 前二项津贴请领资格、条件、程序、金额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并不得有涉及时间之限制 申请应减负之文件、审核作业等事项之规定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不符合请领资格而领取津贴者 其领的支津贴 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以书面命本人或其继承人自事时发生之日 其六十日内脚骸 借其为脚骸者 依法移送行政执行 第十二条之一 各项现金给付或补给不得扣押 让与或供担保 依本法请领各项现金给付或补助之权利 不得扣押 让与或供担保 为办理本法各项现金给付或补助业务所需之必要资料 主管机关的恰请相关机关 够、团体、法人或个人提供之 受请求者有配合提供资讯之义务 主管机关依前项规定所取得之资料 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 却实办理资讯安全及合作业 其保有、处理及利用 并应遵循个人资料保护法之规定 第十三条 监护或辅助之宣告 老人有受监护或辅助宣告之必要时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协助其向法院申请 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原因消灭时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的协助进行撤销宣告之申请 有改定监护人或辅助人之必要时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协助老人为相关之申请 前二项监护或辅助宣告确定前 主管机关为保护老人之身体及财产的申请法院为必要之处分 并提供其他与保障财产安全相关服务 第十四条 财产交付信托 为保护老人之财产安全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鼓励其将财产交付信托 金融主管机关应鼓励信托业者及金融业者办理财产信托 提供商业型不动产力向抵押贷款服务 住宅主管机关应提供住宅租赁相关服务 第十五条 失能补助 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对于有接受长期照顾服务必要之失能老人 应依老人与其家庭之经济状况及老人之失能程度提供经费补助 前项补助对象 基准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露天拍卖 Aaron 7986 老人福利法 民国10